画面上可以看到一架远东客机卡在跑道旁的草皮上 而它的整个机轮呢是完全卡死在这个草皮中 而旁边还有机场人员以及工程单位人员正在协助这个飞机来脱困 而根据了解呢 其实这辆远东航空的班机F1321 其实是在13号早上从桃园飞往长滩岛的时候呢 在长滩岛当地晚上6点多 疑似是在降落的时候呢 不慎的滑出跑道正亮是直接卡在了草皮上 而当时呢机上上百名的乘客以及机主人员都相当的惊吓 想说飞机怎么会突然发出这么巨大的声响 没有想到呢 竟然是飞机是整个卡在这个草皮旁边了 远东航空也表示说呢 其实这个飞机降落的意外 其实是在几个小时后呢就已经解决了 而当时在机上的乘客以及机主人员呢 也都顺利的脱困了 而在14号呢 要是有民众要从长滩岛回到桃园的话呢 也会进行相关班机的协调 并且协助转航其他的飞机来回到台湾